COVID-19改写了人类的生活 身心失衡所引发的暴力以及人权破案件 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人类的身心健康以及人权的落实 在12月这个人权月中就更新重要了 12月15号由嘉义市议会指导 台湾财经刑法研究学会等9个民间团体 在嘉义市议会举办新书发表会 共同庆贺台湾唱交新书 活出心中的太极 这本书9月底推出后 就连续数周蝉联伯克来官网的新书之冠 活出心中的太极 那由我们的预员全部来支持 那他有55个人来住宿这本书 那有12个职业都是一些心理师医生等等 很多都是社会很良善的一些人来写的书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来详细来阅读这本书 为我们嘉义市的市民提供一个好的书籍 现在全球局势诡谀多变 人心的贪腐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危险 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副主席 继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在致辞中就指出 只有实践人权正义这些普世价值才能有稳定和平的世界 我们共同的人性跟质疑人权平等正义和自由 这些普世价值需要不断被呼吁 被看见被实践才能预防暴力发生 并维护市值的稳定与和平 而在台湾 政府纵容少数官员迫害太极门师徒长达25年 让台湾的国际形象有非常负面的影响 新兴宗教研究中心创始人马西莫博士就指出 太极门案是一桩透过贪腐迫害太极门人权的案件 台湾政府在这关键时刻要摆脱威权遗毒 解决太极门案台湾才会更安全 这对台湾的一切不够 在台湾国际上的状况 对台湾是 Round 1的地方 这对台湾国际上的状况 对台湾的地方是中国人同处 是因为台湾国际上的朋友 我们都要保护台湾 在一个需要的状况 在一个时刻的状况 我们请台湾国际上 请求台湾国际上 请你闭除了这问题 在一个重要的历史的时刻 让你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你的坏的过程 走在民主的路上 蔡英文总统在2021年 《世界人权日》致辞中表示 白色恐怖政治迫害的故事 不会也不能在台湾重演 然而被学者称为法税228的 太极门案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 仍未平反 对太极门的人权迫害 仍持续进行中 这样的反差 不仅让人怀疑 台湾政府的诚信何在 记者周一玲报导